张太太坐 谢谢 张太太看上去有些憔悴啊 大义灭亲是需要勇气的 找我什么事啊 吕探长 是这样的 我今天特别登门造访 是想跟你说明一件事情 那个贷款风波 跟我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一失糊涂 是一场误会 是误会 不会吧张太太 当初主动揭发张先生的可是你啊 你现在又要翻供 你把我们警察局的警察都当猴子在耍啊 没有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吕探长 请你看看这个 这是那几笔贷款里面 那些贷款的原始资料 你看看 你看看就知道了 经手人是齐连府 经手日期 那个时候我先生 刚好去了新加坡工干 所以他绝对不知情的 再说 这样规模的贷款 根本惊动不了董事长 反倒是当时 信贷业务科的齐连府 是当时业练务最好的职员 我知道 齐先生报案以后你后悔了 为了捞出老公 就想出一计 扯上了齐先生的儿子 想逼齐先生撤销指控 可是你错了 张先生这次进来 可没那么容易出去 吕探长 我们家莫白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看一下里面的资料 你看一下嘛 我看不必了吧 其实这几笔贷款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刚刚接到了密明举报 说张先生利用 东亚信货银行 替人洗钱 这个罪名 可比贪污罪大多了 如果查实 张先生的下半辈子的 衣食住行 可能都要由香港政府来承担 洗钱 这怎么可能 荒唐 荒唐 你们有证据吗 这分明是有人要陷害张莫白 张先生这是流年不利啊 为什么总有人陷害他 张才 你已经是嫌疑人家属 证据的事情 我不方便透露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 如果查得顺利 一年半载的 我应该可以给张太的 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说什么 一年半载 我懂了 你们这是要拖垮他 是不是 齐先生已经表了态 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我劝张太太也大度一点 就当是再大意灭亲一次吧 齐南轩 齐南轩 我怎么那么傻 我怎么那么傻呀 真是太好了 一会儿要多开几瓶好酒 我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我打死你 干什么 这疯女人 住手 混蛋 你卑鄙无耻 你这些疯女人 你这个王八蛋 卑鄙无耻的小人 张宝白已经被抓进去了 你怎么还不知足 你非要他死在里面吗 何故随 我这只是借颇下驴 别忘了 把他送进去 是你的 是 我太后悔 我为什么会相信你这个大混蛋 你根本不会帮少文 你会抢走东亚 我告诉你 我不是抢走 而是抢回来 你就等着东亚改朝换代吧 将来你到了那边 见到那两个男人以后 你可以好好地告诉他们 你这个混蛋 混蛋 你这个大混蛋 老板 这怎么办 给他送医院吧 别让他死在这 我可不想出眉头 好 走